这是一番经济舱的位置 长途飞机一趟坐下来 肩颈酸痛脚超麻 不过现在就连经济舱 也能让你躺平睡好觉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 宣布将货舱隔成握铺 最快两年就能上路 空巴克机的货舱 过去最多顶多规划成厕所 或是空服员的休息区 不过现在却有意规划出握铺隔间 策划单位表示 只要经济舱乘客多付一点钱 就可以到货舱中的握铺休息 消息一出不少航空公司都跃跃欲试 而对于外界在安全上的疑虑 空中巴士强调 如此改装并不会改变飞机的结构 和负重系统 除了握铺隔间外 货舱另一部分还规划了 包括儿童游戏区 会议室以及酒吧 空中巴士这缜密的规划 准备将商务端到一般民众的课程 一网打尽 华尔街电视新闻 段永如整理报道